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老师想 也许将来同学们会从事这个产业也不定 到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主题了 所以呢老师就特别设计一个单元来讲这个主题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讲讲 什么叫做生物资产 那我想这个呢同学们应该都会啊 比方说像是农场里的牛啊羊啊 还有养殖场里的鱼啊 不晓得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龙胆石斑 很大的一种鱼 有没有听过台湾雕 另外呢还有大家熟知的猪啊 鸡啊 鸭啊 这些都是 对的 另外呢还有像果树啊 玉米啊 地瓜啊 稻米啊 蔬菜 这些也都是哦 这些呢都是所谓的生物资产 那这些生物资产 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呢 有些是它本身 比方说像是稻米啊蔬菜 有些呢是他们生产出来的 比方说像是牛奶啊 鸡蛋啊 水果啊 那么这些呢就叫做农产品 那么因为这种生物资产 它是活的 所以呢它随时都会变化 比方说我们今天买了20只小鸡 那么这20只小鸡呢 不见得都能养到大 也许养几个月之后 突然发生机温就死掉了 那也有可能是顺利的 全部都养到很大 那么蛋鸡呢就开始生蛋 肉鸡呢我们就养得很胖 去当肉鸡 又比方说我们种树 我们种了10棵的木瓜树 也不见得每棵树它都会火 每棵树它都会结木瓜 那么种菜 我们很认真的播种施肥 但也不见得都可以修成 可能被虫吃掉啦 所以呢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呢 就会比较特别一点 那么首先呢 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原始评价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资产的入账金额呢 就是它的成本 不过呢生物资产的入账金额呢 却是它的进攻与价值 那么所谓的进攻与价值呢 就是拿它的攻与价值扣掉出售的成本 那么除非呢 它没有公与价值的资料 或者呢 它是生产性的植物 比方说像是果树 才可以用成本入账 很神奇吧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老师现在呢 就尝试用我的理解呢 来跟同学们做解释 那么首先呢 是有关资产的定义 那么资产呢 有一项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它必须要具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那么经济效益一般来说呢 指的就是它可以为企业带来多少的收入 或者呢 它可以减少多少的费用 那么如果我们是买小动物来养 比方说养牛 养大之后呢 要它生产牛奶 那么这些牛现在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买牛花的钱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首支的成本 应该也没错 毕竟我们真的花了那么多钱去买它 但如果有另外一种想法 他想的是 这些牛如果马上就把它变现 那变现当然就是卖掉了 会值多少钱呢 那这个会不会更具体呢 那么先前在讲资产减损的时候呢 就曾经讲过 那么一般人看报表呢 都是把上面的金额看作是 可以变成多少的现金 或者呢 是要还多少钱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同学们觉得 用买牛花的钱来当作是成本 还是用现在卖掉牛 可以拿到手的钱来表示会比较好呢 或许呢 有同学觉得 我们可以一开始呢 用买牛花的钱来当作是成本 到年底的时候呢 再用那些牛 可以变成多少现金来评价 那么其实老师觉得呢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不过现在的会计处理呢 就是要求一开始入账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用进攻与价值入账 那老师觉得呢 这个规定很可能就是 着眼于生物资产的强烈变动性 那么机器买来 到年底呢 通常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现在买小机进来 就不见得会活到年底 虽然呢 年底再做评价也是可以的 但因为生物资产变化很快 所以呢 如果在一开始 就可以做比较客观的评价 会不会更好呢 因为马上把它卖掉 是最客观的评价 而且呢 既然我们可以把它买进来 那当然一定也可以 在这个时候把它卖掉啊 那么如果是从生物资产 收成的农产品 就应该以收成10点的 进攻与价值来评价 比方说我们收成一批玉米 尤其呢 是跟企业签的契作合约 那我们收成之后呢 就直接以契作时 约定的价格来入账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一开始入账呢 就是用进攻与价值来评价 所以呢 它会产生评价随意 那这个呢 必须在当期就认列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后续支出的会计处理 那么生物资产呢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 我们都一定要花钱去养它 或者是栽培它 那么这些养它 栽培它的钱 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那么如果是采用 进攻与价值法的话 那就可以选择 把这些开销当作是费用 或者呢 是把它资本化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是采用成本法的话呢 就只能把这些开销资本化了 那么这个道理呢 我想同学们应该不难理解 我们先说 把这些养它 培育它的开销资本化的处理方法 我想同学们应该很能认同这么做 因为养它 给它吃 照顾它 那么植物嘛 帮它施肥 除草的开销 当然是成本啊 所以呢 资本化是理所当然 那费用化呢 这一点呢 可能同学就比较不明白了 老师跟同学们讲 你看 它年底呢 就用进攻与价值来评价了 如果养得很好 一般来说价格也会跟着很好才对啊 如果我们把牛养得壮壮的 毛看起来发亮的 人家就会出好价钱了嘛 那如果我们是养啦 可是养出来的牛很瘦 看起来就像营养不良的样子 当然就不会有好价钱咯 所以呢 如果是费用化这种做法呢 它就比较强调产出 强调成果 它会反映在价格上 那如果是资本化的话呢 就比较强调投入了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后续评价 那么如果是采用 进攻与价值来评价 那么年底呢 还是按照进攻与价值来评价 那么因为进攻与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呢 就要再当其认裂 那如果是采用成本法的话呢 就跟一般营业用的不动产厂房设备一样 它要提折旧 要做减损评估 那么账面金额呢 就是成本扣掉累计折旧 再扣掉累计减损 那么就于农产品呢 一旦收成之后 它就是存货了 当然就要按照存货年底的评价方式 采用成本与静变现价值数低法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讲处分 那么生物资产的处分呢 就跟一般营业用的不动产厂房设备的处分相同 都是以净售价扣掉账面金额作为处分损益 那么至于农产品呢 因为它已经是存货了 所以呢 它是用存货买卖的会计处理 那么接下来 老师就举一个例子 来跟同学们示范 生物资产相关的会计处理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个题目 它说 龙华牧场呢 在X8年1月1号 买了30头6个月的乳牛 准备之后呢 生产鲜乳 那么每头乳牛 它的价格是6000块钱 那么龙华牧场估计 如果现在马上把这30头小乳牛卖掉 那它要支付运费2万块钱 以及交易市场相关费用5000块钱 那么X8年间呢 龙华牧场它花费了草料12万 以及饲养人工的成本18万 那么X8年底估计 如果把这些乳牛卖掉 每一头呢 可卖16000块钱 另外呢 还需要支付运费35000块钱 以及交易市场相关费用6000块钱 那它要我们做 第一个 X8年1月1号 买入这些小乳牛的相关分路 第二个 假定呢 龙华牧场把饲养这些小乳牛的后续支出费用化 它要我们做所有的相关分路 那么第三个 假定龙华牧场呢 是把这些饲养小乳牛的后续支出 当作是账面金额的增加 它要我们做所有的相关分路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 这个题目应该要怎么做呢 那么首先 第一个 它要我们做X8年1月1号 买30头小乳牛的分路 那么因为呢 这些小乳牛呢 它有公营价值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用净公营价值来入账 那么原来也可以说是成本啦 我们是用18万买小乳牛的 因为一头呢 是6000块钱 那再乘上30头 所以呢 就是18万 那现在如果马上把这30头的小乳牛卖掉 一头一样也是6000块钱 但要负担运费2万 以及交易成本5000 所以呢 它的净公营价值呢 我们就是拿6000块钱乘上30 再扣掉2万的运费 再扣掉5000的交易成本 算出来的答案呢 是15万5000 那么现在呢 要把我们实际花的钱 用净公营价值来评价 所以呢 就会产生损失25000块钱 那因此呢 我们做的分路就是 带现金18万 因为我们花了18万去买小乳牛 那么借生物资产乳牛15万5000 那这个呢 是它的入账成本 那么差额的25000呢 就是生物资产评价损益了 第二个 它说 如果龙华牧场是把养小乳牛的开销费用化 它会用我们做相关的分路 那么如果是把养育开销费用化的话 那么做的分路就会是 借私欲费用草料12万 借私欲费用人工18万 带现金30万 那么再来做年底的评价 那么因为我们把养小乳牛的开销 都当作是费用 所以呢 小乳牛的账面金额呢 还是入账时的15万5000 那么年底的净公允价值呢 我们就是拿每一头小乳牛 现在一头可以卖16000 然后呢 乘上30头 再扣掉运费35000 再扣掉交易成本6000 算出来答案呢 是43万9000 那年底呢 我们要用净公允价值评价 所以呢 我们要把账面金额的15万5000 调高到43万9000 所以呢 我们要认列28万4000的利益 所以呢 我们在年底做的评价分录就是 借生物资产乳牛 带生物资产平价损益28万4000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他说 如果龙华牧场是把养小乳牛的开销资本化 他要我们做相关的分录 那么如果是把养育开销资本化的话 那我们做的分录就会是 借生物资产乳牛带现金30万 那因为我们把养小乳牛的开销资本化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生物资产乳牛的T字账 那么因为我们养小乳牛投入30万 所以他的借方呢 会过一个30万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现在生物资产乳牛的账面金额了 答案呢 是45万5000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做他的年底评价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小乳牛的账面金额呢 是45万5000 那他的净公允价值呢 我们刚刚算过了是43万9000 那么年底呢 我们要净公允价值来评价 所以呢 我们要把账面金额的45万5000 把它降到43万9000 所以呢 我们要认列16000的损失 因此 我们在年底做的评价分录就是 借生物资产评价随意 带生物资产乳牛16000 那么从这一题呢 同学们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老师先前说的 把养育费用资本化 跟把养育费用费用化的差别 那么当然 虽然评价损义不同 但两种方法最后的损义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净损是16000 以上就是老师针对生物资产所做的说明 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仔细的聆听 老师祝福各位同学 加油